親復勞董 陳慶南十七號中午一規定到派出所報道 一次被兒子爆出他愛賭賽哥也喜歡到澳門下注 陳慶南一個字都不回答 你有常常去澳門美國那個有去過嗎 據傳陳偉志向熊簡公正爸爸有在澳門賽哥 而現在南部賽哥界也有人聽說 陳慶南曾到嘉義找專家請教育種賽哥的技術 而且找上的還是嘉義知名專家黃紹谷 避風頭好幾天搭進行車回家的黃紹谷 被追問到陳慶南只肯透露是老朋友了 但強調有一陣子沒有幫他代養賽哥 而其實黃紹谷來頭不小 除了是不少賽哥賽事的常勝軍之外 還曾幫很多大老闆代養賽哥 另一個代養賽哥的就是由慶父監察人盧天明 並代表陳慶南去參賽 是高雄賽哥界的強豪 據傳陳慶南熱衷賽哥二十多年 養歌基地就在騎金渡船頭的附近 還有養歌人士透露 陳慶南曾在高雄賽哥比賽中贏得上億元的彩金 獲利不輸造傳本業 你平的經驗比我們大企業更大 比我們這次都比我們大企業更大 中南部盛行賽哥 每年賭金跟商機就有上百億 尤其高雄去的彩金常常擔場 就是高達五六億元 就是有像陳慶南這種金主砸重金下注 這回慶父烈雷劍炸彈案 檢調也在追查 陳慶南涉賭是不是就是財務大缺口的主要原因 有待釐清 記者 侯國文 梁家文 潘穎文 S小組 嘉義報導